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这句话是一点都不假 对于上班族来说 上班摸鱼那不是家常便饭吗 偶尔滑滑水那不是人之常情吗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你自认为你优雅的在摸鱼 你假装着很忙碌 老板也没有点破你 他陪你在演戏 但实际上你干了什么一举一动 他全知道 近日有网友爆料说 某家公司有一个后台监控系统 是可以检测到你是否有离职倾向的 截图显示 一名员工被显示访问了求职网站23次 投递简历9次 还有关键词的聊天记录254条 研发这个系统的是 创意版的上市公司申幸福 目前这家公司的市值超过了600亿 它的全网行为管理产品 已经连续12年 保持着国内市场占有率低名 然后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接受采访了 并且透露了一个讯息说 现在的大公司或多或少 都有用申幸福的产品 只是产品型号可能不太相同 听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后背振振发凉 赶紧回忆一下在公司的电脑上都做过什么吧 申幸福的工作人员还表示说 他们的产品是经过了公安备案的 是被允许存在的 一般呢 他们会建议客户要告知员工 因为员工有知情权 但是老板们为了更好的效果 肯定是不会告知的 说到这里 我突然想问一下 如果你老板告诉你说 后台能监控到哪一举动 你会怎么办呢 你从此就能够不再摸鱼了吗 你能控制得住吗 因为我觉得能优雅的摸鱼 一般是需要能高效的完成工作的 不然的话 如果被老板追的命都没有了 那还怎么摸鱼呢 有律师表示说 员工的上网行为记录属于员工的个人信息 同时也是员工的隐私 是否涉嫌侵犯了员工的个人隐私 这个核心在于是否告知了员工 是否经过了员工的同意 否则呢 就会涉嫌非法收集员工的个人信息 对员工的个人的隐私权构成侵犯了 那最后要告诉你 如果你公司有这种系统 公司的电脑被监控 那你用自己的手机去连公司的WiFi 也是会被监控的 但是员工用自己的手机和移动网络流量 就不会被监控 这样来看的话 似乎是利好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啊 最后我还想再给老板们一个建议 调休一时爽 加班加到火葬场 清明节加五一的调休 硬是把四月份调成单休月了 有连上了七天班的网友掐指一算 扣除掉调休 五一的实际假期只剩一天啊 然后有专家不嫌事儿大 发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分析说 调休不是为了让你休息 而是为了刺激消费 这番表演真的是彻底引爆了现场氛围了 到底是谁发明了调休呢 在二十世纪初 英国财政大臣马歇尔提出了这个调休制度 但是他的目的还真的是为了休息哦 工人只要完成了工作量 就可以自行安排放假的时间 而我们现在的调休算是一种模式创新吧 要怪呢只能怪中国太大了 不像韩国四个小时就能从南看到北 而我们呢不凑个五天的假期 别想去外地度个假 可是待在家里呢这钱又花不出去 不就只能用调休这种高端操作来解决了吗 至于说回来上班累不累啊 钱花完了就不觉得累了呗 其实呢我们一年有11天的公共假期 比全球平均11.7天少不了太多 为啥会觉得很累呢 主要在于劳动时间 2018年就有个统计 全国就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 达到了46个小时 这个数字在金河组织36个成员国里面 是名列前茅的 也就是墨西哥能跟咱们比一比 远远高于每周只工作30多个小时的 德美加澳这些闲人 但这个问题呢说到底还是因为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 我们用40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100年走的路 发展速度堪称奇迹 但是速度太快就难免抵运不足啊 社会财富的积累还略显微薄 而且呢至少从数据看 假期真的能够刺激消费 商务部研究院数据显示 节假日消费规模占到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 今年春节拉动了6300亿的消费 去年的中秋国庆拉动了7500亿的消费 那按这么说的话 干脆取消调休 多安排几天假期 这个数据会不会不但不会下滑 还会有所上升呢 真有这个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是社会生产力大幅的上升 服务业占比在大幅的提高 假期增加 带来的工作质量的提高和消费的提高 美国宣布了将恢复352项 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豁免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 归根结底在于我们一流的公共管理能力所带来的强大的经济韧性 有人说了老美豁免关税这个事儿啊 其实是想拉拢我们好去一起对付毛熊 但这可能性并不大 老美更大的考虑可能在于自己的通胀问题 因为2月份美国的CPI同比又上升了7.9% 又创了1982年以来的40年的新高了 由于疫情造成劳动力不足 还有运输受阻生产受限 导致供应链跟不上了 那商品的生产就无法满足需求 价格就会上涨 这样就会给老美带来严重的通胀压力 而来自咱们中国的廉价商品的出口 一直以来都是缓解美国通胀的良药 2018年的时候呢 老美对我们的商品加征了关税 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想削减中国商品的顺差 让我们少赚一点钱 经济发展的慢一点 但是加关税这个事情 肯定对他们自己的通胀 也是没有好处的 但还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的 权衡利弊之后 他们还是选择了加关税 商敌800自损1000 有人说了 这个关税最终还是美国企业在承担的 但是严格来说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这份关税肯定是双方共同承担的 假如说有10块钱的税的话 他们的企业如果承担了7块钱 那我们的企业也得承担个3块钱 但问题就在于 他们企业的毛利率会比我们高很多 可能他们本来有15块钱的利润 那么就算承担了7块钱的这个关税 还能剩下个8块 那我们可能本来就只有5块钱的利润 承担了3块 那就只剩下2块了呀 但是现在是他们先顶不住了 因为他们没想到疫情来了 更没有想到我们抗击疫情的能力如此优秀 在最大程度上 我们保证了我们企业的正常生产 这样一来呢 使得他们更加依赖中国商品的进口 使得中国商品在定价权方面 更加占据了优势 2020年中国货物出口17.93万亿增长4% 贸易顺差3.7万亿增长27.4% 我们是全球唯一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现在各国的央行都在超发货币 通过印钞票的方法 来应对疫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但是有很多人会担心 就是印了这么多的钞票 会不会造成货币贬值 然后推升物价上涨 之后就变成通货膨胀了呢 但是最近在中泰的一份研报中就指出 货币超发未必通胀 比如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日本的例子 日本这么多年来 货币政策一直都很宽松 他们为了能够刺激经济 尝试了很多非常昂贵的货币政策 可是呢 这么多的货币发出来 没有见到日本通胀 反而是通缩了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超发出来的货币没有能够进入到商品领域 那钱去哪里了呢 实际上有很多钱留在了银行体系里面 还有的钱流向了股市 因为日本有的企业在拿到了钱之后呢 又把它存回了银行 2010年日本央行又加码了 他们的货币政策 放了更多钱出来 可是经济依然不见起色 反倒是股市出现了大涨 那么其实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在中泰的这份研报中看来 是由于贫富差距 因为在贫富差距大的情况之下呢 超发出来的货币会更容易流向富人 可是富人可不会拿这个钱来改善生活 去买东西 他会把钱用来购买各类的资产 那这样一来呢 就会推升金融资产的价格 并没有办法推升产品的价格 那听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再想一下我们的情况 你觉得我们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通胀 还是通缩呢 宁德时代从700元跌到了450元 市值蒸发了5000亿 2021年的估值也跌到了100倍 假设宁王再来个腰斩 跌到200块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 股民和鸡民损失惨重 这个都是小事了 如果宁王真的跌到200元 估计对于整个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都会是一场灾难 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的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宁德时代的估值是新能源行业的风向标 它的估值高低代表了产业资本 对于新能源的未来是否看好 宁王的估值如果真从100倍跌到了50倍 那其他的新能源企业 估值是不是也得打个对折呢 那些正在融资的企业 本来或许能融个100亿 现在只能融50亿了 那没有钱了怎么办呢 可能本来是打算生产100万个电池的 现在就只能生产50万个了 本来可能打算今年就量产的 现在只能拖到明年再量产了 如果钱不够了 整个行业的产能和进度都会受到深刻的影响 可是呢 这个新能源行业的发展现在能减速吗 其实没法减 现在新能源产业已经上升到了战略高度了 它是碳中和的关键 也是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一 可以说谁抓住了新能源 谁就抓住了未来发展的权利了 这句话怎么说呢 很久以前我们就聊过 生态环境攻坚战的本质 还是共同富裕的攻坚战 发展新能源你认为只是为了环保吗 并没有那么简单 很多年前奥巴马曾经说过 如果咱们都过上和他们一样的生活质量的话 那么将会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 它为啥这么说呢 不说别的就说汽车 我们的汽车连续10年产销第一名 如果以后共同富裕了 每个家庭都有辆汽车了 那我们就有6亿辆汽车 如果这些车都是燃油车 再加上货车飞机轮船 这些物流上的耗油 那我们光在交通领域 每年就要消耗10亿吨以上的石油 可是2021年 全球石油产量只有44亿吨 如果全世界四分之一的油 都用来给我们开车用了 那工业领域用不用呢 那其他国家还用不用呢 那油价要涨到多高呢 券商的前首席被捕 让华为也出了个仇 我们要从一家汽车制造公司 小康股份说起了 多年以来呢 这个小康股份的业绩一直不好 股价也一直在跌 但是呢 在2020年和华为开展合作之后 小康股份就开始快速上涨 8个月涨了10倍 最近的股价有所回调 但是比之前仍然还涨了6倍 那这几天就有个传闻说 有一些人其实提前就知道了 华为和小康股份合作的内幕消息 提前买入赚了一大笔 中泰证券原首席分析师陈龙 就是因为内幕交易小康股份被抓走了 此外呢 还有涉案团伙大约20人被抓 其中包括有两名华为的员工 以及某基金量化部的经理 那么昨天上证报的报道 就证实了陈龙被捕的消息 而小康股份也回应了这个事情 说公司对违法活动不知情 也没有参与 这就尴尬了 小康股份跟华为合作属于内幕消息 没有几个人知道 小康股份说不关我事 这有点内涵的味道了 那不是小康的人泄露的消息 是谁的人泄露的呢 当然了 目前还没有官方报道 去证实华为两名员工被抓的事情 估计呢 也不会影响双方的深度合作 华为和小康合作的第一款车 SF5 2021年只交付了8000台左右 不及市场预期 这也让小康股份的业绩持续亏损 小康股份高管表示 交付量不大 主要是因为芯片的交付问题 因为这款车主要是在北美研发的 使用了比较多的北美电子物料 所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去年底呢 双方又合作推出了一款高端车型M5 于承东表示说 华为将会凭借M5系列 以及后续推出的SUV 完成一年30万台的销售目标 也就是说小康股份和华为的绑定非常深 小康股份造的车 是华为完成目标的主力产品 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个内幕案件 也让华为能否完成30万台的目标备受关注 当然证明最倒霉的还是中泰证券了 前几天他才有个传闻说 中泰的飞银分析师陆运婷在网上晒出工资单 11个月收入224万 报税额就62万元 后来当事人就回应了 说我从来没有在网上晒过东西 是有人移花接木造谣传播 尽管被劈了谣 但这个事情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有券商现在就直接规定了 说不许员工晒工资 上班不许开豪车带名表 中泰呢 白白挨利顿骂 有没有想过我们所处的这个所谓的现实世界 很有可能也是用数字模拟出来的元宇宙 而有人说了 这种可能性只有几十亿分之一的概率会被推翻 这是马斯克说的 你敢信吗 今年被称为是元宇宙的元年 可是这个元宇宙究竟会给我们带来财富还是泡沫呢 它现在到底是远在天边的还是已经近在眼前了呢 其实所有的答案完全取决于你对于元宇宙的认知 我们今天就来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元宇宙 它会带来哪些产业的爆发 如果你不参与元宇宙的投资和创业的话 是不是也有一些办法可以从元宇宙里面获得财富呢 先来搞清楚这个概念 所谓的元宇宙呢 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 你要是看过电影阿凡达或者是头号玩家的话 其实就很好理解这个概念 那么元宇宙的这个基本理念呢 就得追溯到非常古老的心学了 话说在宋代的时候 有一位哲学家叫做陆九渊 他就提出过 宇宙既是五星 无星既是宇宙 然后王阳明又在他这个基础上提出过 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乳同归于记 这些文馊馊的话在说什么呢 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构成你全部的世界 你的意识感知到的就是真实的世界 感知不到的东西跟不存在没有区别 那么元宇宙同样是这样的 你可以把它就理解成是一个大型的网游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另外的一个现实空间 只要带上设备进入到了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 那你就可以数字化的形象存在 可以在这里面开会呀 相亲啊 玩游戏呀 所有的感受都非常的真实 你还可以在虚拟空间里面回老家 去探望你在远方的父母 从此再也不用想家了 没有乡愁了 这些其实都是元宇宙最基础的场景 而且已经初步实现了 但是你知道元宇宙最终是想实现 什么样的终极目标吗 终极目标是构建一个全民参与的虚拟世界 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 一切都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完成 所有的人和物都以数字化的形式 在元宇宙里面生活 孩子们就在元宇宙里面受教育了 不用考虑学区问题了 然后你去上班大家聚会什么的 也都在这个虚拟 张子岛之前逃好的那些扇贝 被汤家的火山烫了一下之后 就紧急避险 又掉头游回来了 汤家火山喷发以后 网上出现了这么一个传闻 张子岛的股价呢 也是连续的涨停 还有媒体报道 说火山跟海啸 导致太平洋扇被涌入 张子岛今年的业绩将会增长100% 好家伙 玩笑归玩笑 别拿业绩开玩笑 扇贝被烫回来 这就已经很离谱了 被海啸包邮快递回来 那就更离谱了 至于业绩增长100% 我觉得更是无稽之谈了 连张子岛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他懂力澄清 说上述的报道呢 还有传闻都是严重失实的 公司的管理层没有接受过 上述问题的任何相关采访回复 公司会保留通过法律途径 保护自身权益的权利 你看看 连说谎大王张子岛都要起诉你说谎了 你说你有多离谱 说扇被被火山烫回来就算了吧 大家就当是个段子乐呵乐呵 可是说他业绩增长100% 这个就真过分了 可能这会有股民当真 跟风买入哦 要是亏钱了算谁的呢 好歹你也算是个正儿八经的媒体嘛 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 而且在忽悠大王 张子岛面前忽悠别人 不是扳门弄斧吗 咱们众所周知啊 张子岛的扇被那可是永迹高超的 六年时间跑了四次 还一度游回来过了个年 几次下来呢 总共有接近20亿的存货不翼而非 扇被这种东西属于是深海里的东西 所以呢 它很难调查 很难核实 就特别适合财务造假 当年的那些执法人员 历史两年都没有调查出真相 最后还是靠发动了卫星 才得以确认张子岛违法的事实 现在呢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扇被游泳的事情都已经翻篇了 居然张子岛又赶上了新的赛道 玉制菜 1月14号张子岛说自己已经有 玉制扇被等等的产品了 最近不是玉制菜概念很火热吗 有的公司能连续收获10个涨停 而张子岛最近的连续涨停 可能不是因为火山 而是因为玉制菜的风口 那玉制菜到底是啥情况呢 其实就是加工好了 拿出来稍微处理一下就能吃的东西 包括像八宝粥 速冻水饺 还有包装佛跳墙 这些都属于是玉制菜 目前的玉制菜呢 80%都是被餐厅买走了 因为餐厅买好玉制菜呢 就可以少请几个大厨啊 今天呢 咱们A股的脊梁股又被戳断了 4000多只股票下跌 100多只股票跌停 而且这是本周第二次全面大跌了 前两天乌克兰出了乱子 跌的是A股 这次美联储的一席会议说要抓紧加息 结果呢 跌的还是A股 就好像全世界的重担都压在了A股身上一样 这能忍吗 忍不了 前天呢 证券日报时报这两大主流报社同时发生 题目就叫做 挺起A股的脊梁 把机构给教育了一通 开头就说 明明我们经济增长更好 美股能翻红 A股却大跌 这种反差实在令人深思 然后呢 文中还提到说 我们没有跟随美联储大放水 等是留了一手底牌了 就算美联储加息 咱们也可以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去应对的 并且呢 面对下行的压力 咱们已经用降准降税等等手段 打了提前量了 进行跨周期调整了 咱们这么有底气 还是跌了 怪谁呢 怪机构 文章里面说呢 A股下跌主要是对利空因素的反应过度了 这种过度的反应是机构投资者搞的 机构现在是手握着重金 但是还是有短线的思维 只要一有风吹草动 就没有办法发挥出压仓石的作用 所以呢 呼吁各种机构要维护大局 要担起价值投资者的主体责任 要帮助咱们A股挺起脊梁 然后呢 彭汉也加入了这个群聊 他发了一篇 如何挺起A股脊梁的文章 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说机构是要发挥压仓石的作用 但是要看到机构是代客理财 人家背后是散户啊 市场一跌 散户赎回基金 那机构只能被迫卖出 这就形成了连锁反应 所以想要挺起机梁 需要大家和基金经理之间建立起信任 不过呢 不管他们怎么说 反正今天机梁股市又断了 那么按照2015年时候的经验 媒体呼吁挺起机梁 这个事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是基金自购彰显信心 现在不是已经有很多基金在自购了吗 第三步呢 就是各种机构 甚至某队亲自下场买入 第四步呢 就是要惩治恶意做空了 该抓的抓 该罚的罚 这一点中性应该很有体会 当然了 市场不一定会跌到那一步 因为对比2015年 现在的杠杆没有那么高 泡沫没有那么大 流动性也更好 估计不会有那样的极端行情 但是无论如何 非理性的下跌已经出现了 盘面出现了部分青红皂白的拥挤抛售 我们要辩证的看待非理性下跌 它是杀猪刀 也是试金石 咱们要知道 宣传部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针对共同富裕 还有整支互联网平台的一些误区 专门做了一个重磅解读 他说 共同富裕不是在杀富激贫 收入再分配不是强制的 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 政策予以鼓励支持 那这次的讲话 究竟是想释放一些什么信号呢 你就想 宣传部是干什么的 其实说这些 就是说给咱们大家听的 主要是说给谁听的呢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概括成三个方面 第一呢 是给互联网巨头们听的 最近像腾讯啊 什么阿里呀 美团什么的 感觉都被吓破打了呀 阿里的股价直接跌到破发了 腾讯呢 一听到共同富裕几个字 马上大招闪现全都交了 当场宣布捐款500亿 设立共同富裕支持项目 那你说这不得安抚一下吗 大家不用怕 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激贫 好好干 带头创富 政策还会奖励你们的 而且呢 我们是鼓励自愿的 又不是强制的 你捐款500亿还是1000亿 那是你自己想捐的 没有人强迫你们 第二呢 是给外资外商看的 我们现在一系列的密集政策 在出台 弄得有些老外 有点头皮发麻了 那宣传部就说了 这些政策呢 是针对那些违法行为的 目标是那些垄断巨头 绝对不是针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 所以不用怕呀 外资不需要撤退 外企也不需要搬走 而且你们发达国家不也一直在搞反垄断吗 这不都是常规措施吗 所以别在背后嚼舌根了 说我们在干扰市场经济什么的 第三呢 是在给所有人看到 就是共同富裕这个事情呢 不要把它理解成是整齐划一的搞平均主义 而是呢 给大家尽可能的提供平等的上升机会 但是想要上升你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的 我们要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 不能等靠药啊 不能养懒汉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是提倡勤劳致富的 你不能坐在那啥也不干 等着国家帮你致富吧 你也不能坐在那等着互联网巨头把钱分给你吧 更不要搞成什么斗地主 给国家添麻烦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对共同富裕这个事情有正确的认识 它并不是说只要劳动了一个小 短视频的流量密码是热点事件 焦点人物 兴起有趣 大众相关 但我今天这套视频跟以上这件元素全部都不太沾边 可是我觉得我有义务分享给大家 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叫陈菊梅 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 陈菊梅是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留学生 当时中国医疗条件非常的落后 每年因为肝病死亡的人数达到几十万 国际上称我们是肝炎大果 为了摘到这顶不光彩的帽子 学成归我的陈菊梅就立刻忘我的投入到了工作中 超强的工作让他患上了肾小求肾炎 这种病呢最怕劳累 他很容易反复的发作 为了杜绝后患 陈菊梅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 他切掉了自己的蓝尾 摘掉了扁桃体 拔光了自己的牙齿 他把自己身上有可能引发炎症的器官都清除掉了 然后就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了工作中 那一年的时候他47岁 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很震撼呢 在近乎疯狂的工作状态下 陈菊梅成功的研制出了降低转胺酶的药物 几十万的患者得以救治 陈菊梅这一生都坚持在工作一线 2003年的非典 他连续忙碌的几天 编写出了第一本非典防治手册 那一年的时候他78岁 2008年汶川地震 他轻浮灾区实地指导 那一年他83岁 2021年的11月5号 陈菊梅逝世 享年96岁 他的遗愿是 不举行告别仪式 遗体捐给首都医科大学 陈菊梅生前非常的低调 他不愿意接受采访 拒绝用自己的名字命名 他说我活着不愿意出名 我死了更不希望为自己留名 在抖音平台上 我们经常会刷到一些时尚活泼的小姐姐 秀色可餐的美食 赏心悦目的风景 还有乖巧可爱的小宠物 很多的朋友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可能会以为 那就是生活的全部了 其实不是的 那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 更大一部分是很多人 在默默的 做着自己的工作 正因为有了他们 我们彼此 昨晚上有个大消息 国产会表示 将会适时使用降准 等等货币政策工具 在去年的12月4号 国产会说过同一句话 两天之后呢 央行就宣布全面降准50个基点 那么按照这个剧本 本周末有可能会再次降准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有很多评论说 这是特大利好 但是其实我觉得吧 就算是真的降准了 咱们还是应该冷静的看待 因为从效果来看 降准肯定是个利好 但是从预期来看 这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本来的预期 不是降准 而是降息 什么意思啊 就好比老板一直跟你说 明年开始给你涨5000块的工资 但是到了年底老板说 哎呀最近公司有点困难 没法涨工资了 要不我给你发2万块的年终奖 这就叫做 从效果上来看 是个好消息 但是从预期上来看呢 它不是最好的结果 这个降准跟降息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降准指的是降低存款准备金 这个存款准备金呢 可以理解为是商业银行上交的押金 银行交的押金少了 那自己的资金就更充足了 资金的成本就会更低 社会融资的成本也会有所降低 而降息指的是 直接下调存贷款的基准利率 它主要产生的是两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存款的利息降低了 那很多资金就不想再存在银行里了嘛 而是愿意把钱拿出去消费投资 拉动经济 另一方面呢 贷款的利息也降低了 那企业更愿意去借钱生产 大家也更愿意借钱消费 这就可以起到扩大信贷 创造出更多增量货币的作用 那么从药效上来看 降息明显会比降准要猛的多呀 对大家的影响也会要大的多 比如说房贷肯定可以少还几半块了嘛 而股票呢 也会有更多的资金去买入 目前要知道我们的经济 可是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的 所以呢 这个降息也是大家所最期待的利好 从银行操作来看呢 4月下旬到5月上旬 会是一个不错的降息窗口 所以上个月开始有很多机构都预计 说在这个时间段 可能会推出降息的政策 战争对于物价对于经济 还有市场会有哪些影响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只有历史才知道了 比如说在二战期间 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 那就是先通胀再通缩 在战争的时候和战后呢 往往会出现剧烈的通货膨胀 几年以后开始通缩 再然后经济回归正常 那么在二战的那波通胀期间 什么东西涨价涨得最厉害呢 生活必需品 1946年到1948年 美国的食物价格大涨了超过50% 衣物和家具的价格大涨了超过30% 能源也涨了20%多 那为什么战争的时候会出现通胀呢 理论上会有多方面的原因 比如说货币层面 大家可能会对货币产生不信任了 就会造成货币的贬值 这样一来货币的购买力就下降了 而央行为了稳定经济 往往又会大力的放水 这样一来又会加剧货币的贬值 比如说二战期间 美联储就一直保持的1%左右的低利率 再有一个原因 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 战乱的时候很多企业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呢 还有贸易物流也不再那么畅通了 商品的供应数量减少了 这也会造成物价的上涨 就比如说二战期间 各个国家对于煤炭石油和棉花等等 商品的需求都是巨大的 但是呢 这些东西在生产和运输上都受到了限制 就使得他们的价格出现了快速的上涨 而战争对于经济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 会有很大的分化 比如说在二战期间 德亿日 这些在战争中损失比较大的国家 GDP都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下降 但是美国和英国等等国家 就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至于战争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战期间 美国股市跟英国股市都出现下跌了 但是跌幅并不太大 然后呢 就出现快速的反弹 战争都还没有结束呢 人家就已经创下新高了 就连珍珠港被偷 道琼斯指数也就下跌了20%就见底了 而详细一点看呢 CFRA是统计了从珍珠港开始之后的 20次地缘冲突中美股的表现 平均美股的跌幅只有5% 平均下跌的周期只有22个交易日 而事实上 美股百年历史中有五分之一的时间 大开眼界 今天终于是见识到A股的摸鱼之王了 什么工作能这么轻松呢 区区几百个字的公告 居然能把董密的名字搞出了四个版本 更加可以所思的是 公告的内容是证监局的处罚 公司其实只需要复制粘贴的事 居然都能错到这么离谱 这家公司叫西藏珠峰 2000年登陆的上交所 作为一家资源类的公司 主业就是挖矿 那这回之所以会闹上了热搜 就是因为这家公司发了一份公告 但是这份公告里面 董密的姓名一开始叫胡寒冬 一会变成了胡哈冬 接着变成了胡啥冬 最后又变成了胡枕冬 然后我查了一下公司的资料 其实只有第一个是对的 你说难道是这个董密没水平吗 52岁的他加入公司已经8年了 本科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 然后是兰州大学的MBA 香港科技大学的EMBA 这学历随便拿一个出来 都是很多人触摸不到的天花板 尤其是90年代初上的重点大学 高考的难度可想而知了 而且他这个公告的内容 是因为之前的工作没有做好 三年前大股东的几亿股份被冻结了 这么重要的事 到今年的一月份才公告 很显然就是不够勤勉尽责 于是就被证监局监管谈话了 同时给公司发了一封监管函 结果公司在披露这个哨的时候 又连续出了这么多的差错 这哪里是在干活啊 分明就是在摸鱼嘛 接二连三的犯错 但是人家却拿着62万的年薪 真是不知道要羡慕死多少人了 而且呢 这个公司上市以来 虽然说总共分红了接近11个亿 但是 它累计的融资达到了接近36个亿啊 最近呢 已经是连续四年没有分过红了 而且 它的经营也很一般 最新的财报显示 营收下滑的同时 净利润更是同比下滑了85% 业绩萎靡不振 股价连跌三年 从最高手的50块跌到目前只剩下8块多 总市值只剩下80亿了 这个事传开之后呢 公司辩解说 是在复制PDF文件的时候搞错了 没有仔细的复合 可问题是 上市公司的董秘 本来就是披露公告的首要负责人 后面呢 也应该会有层层的把关 但是 这份公告居然就这么错漏百出的发出来了 白纸黑字的涂增笑柄 你说吧 对自己的名字也不上心 对工作不上心 对监管也不上心 我们能够相信这样的人 会对股民 尤其是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上心吗 老师的铁饭碗要没了吗 现在看起来 教师很有可能会是 第一个被砸碎的铁饭碗 最近厦门年薪20万 招聘没有编制的中小学老师 1400多个岗位 来参加比试的只有850个人 有网友说 宁要有编制的月薪3000 也不要无编制的月薪20000 看来对很多人来说 不是教书育人的理想有多信任 而是干到退休的铁饭碗更香呀 其实就在去年 这个教师资格考试的报名人数 还高达1144万 比2012年的17万翻了66倍 但是现在看起来说真的 当老师端铁饭碗的日子 也许开始倒计时了 北京丰台区一份中小学教师 区管校品工作文件提出 对聘期内年度考核不合格的教师 聘期结束之后 学校可以不再续聘了 说白了就是在尝试 打破教师的铁饭碗 那么为什么连教师的铁饭碗 也不牢靠了呢 其实除了财政收入压力大之外 更主要的原因是 学生不够了 去年全国就有1.48万幼儿园关闭 有机构预测 在校中小学生的人数 今年达到峰值1.46亿之后 就会加速下降 25年到28年 可能平均每年减少1200万 28年到35年 每年可能会平均减少3400万 到2035年 中小学在校生的规模比2020年的1.4亿 减少3000万 减少大约四分之一呢 而且当时做这个预测的时候 用的总和生率是1.5 但是2021年总和生率已经降到1.15了 所以说最后的这个实际数据 可能会比下降3000万这个数字还要多 根据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到2035年的时候 可能至少会有一半的小学 因为学生不足 被迫关闭 到那个时候 全国可能会有150万名小学老师 和37万名初中老师 没有学生可教了 其实这几年 有很多地方都在讨论教师退出机制 包括实行莫为淘汰呀 甚至干脆就取消事业编 改成聘任制 合同期满 需不需约看表现 总之呢 就是要打破铁饭碗 还记得前几年 深圳招中学老师 牛津剑桥 清华北大的名校生 蜂拥而入 但一个深圳中学 清北毕业生就有100多人 搞到很多人都感慨 说这个清北的尽头是深圳中学呀 但是呢 有不少当初抱着编制梦 抱着教师梦的名校生 后来又都离开了 为啥呀 他们吐槽说太累了 除了教书 还要做学生的保姆 生活起居都要关心 还要做家教